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, 又和大家看一個頗恐怖的案件, 就有一個男人和死了情人洗臉, 然後他又說要他死了都不能離開自己, 這個案件在2012年10月23日發生, 地點哈爾濱南江區, 是一個三房一廳的屋裡, 住戶小陳和老婆租了兩個房間, 這一日的下午, 小陳和老婆兩個人都沒上班, 他們聽到另一個租戶的房間, 有吵架和打鬥的聲音, 不過很快靜下來, 他們以為是兩夫妻吵架, 所以就沒太在意, 一直到天黑兩個人準備煮飯的時候, 竟然在地下和洗手池上都發現有血跡, 而且隔離房傳出一陣很重的血腥味, 這個時候他們就想起剛剛好像有發生過打鬥聲, 兩個人即時報警, 而警方也很快去到現場發現小陳鄰居的門打不開, 警方於是強行破門, 破門那一刻, 那陣血腥味湧出來, 房屋裡那個恐怖的場景, 嚇到全部人都站在這裡, 警方見到在睡房地板上睡了一個女人, 這個女人上半身赤裸更恐怖的是, 這個女人兩雙腳沒有了, 而且斷臉不斷有血液滲出來, 現場又詭異又恐怖, 到底是什麼人做出這麼殘忍的事? 而經個法醫調查死者40歲左右, 死亡時間大約一小時, 身上有兩種刀傷, 第一種是水果刀, 另一種是菜刀, 水果刀是死者的致命傷, 他胸口和頸都有這種刀傷, 菜刀是空手用來肢解屍體, 而根據警方現場調查, 案發的門鎖是沒有被人叫過鄰居, 也反映當時沒有聽到太多異常聲音, 所以警方推測屬人犯案的可能性很高, 由死者傷口的角度來看, 兇手很殘忍, 兇部幾刀已經足以致命, 而警方最疑惑的是, 在屍體其他部位, 包括睡房和床還有牆上有很多血跡, 但除了這些血跡, 死者臉很乾淨, 很明顯兇手是有幫他清潔過臉, 為何兇手要和屍體洗臉呢? 他和屍體的關係又是什麼呢? 枝解了那雙腳到底去了哪裡啊? 由房東得知, 租屋的人李連友, 年齡50歲左右, 身高米8, 警方經過數據查詢, 李連友是一個剛剛坐完牢放出來的人, 而且現在是不知去向, 警方認為他有很大的作案嚴疑。 正當警方去找李連友的中職的時候, 警方又接到一個男人的報警電話, 這個男人就是死者的老公李某, 按照李某所說他老婆叫小麗, 剛才他接到一個男人的電話, 電話的男人說我殺了小麗, 他對腳就在我所租屋的下水道那裏。 警方於是去到案發現場的下水道, 果然發現到一個很髒的編織袋, 打開之後竟然真是有對人腳在那裏。 經過傷口和DNA的對比, 就是死者小麗那對腳。 為何兇手在這時候要打電話給死者老公呢? 疑問越來越多,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抓到兇手才能解開這些謎團。 在調查過程中, 警方發現疑兇李連友有一個認識很久的女朋友, 在她入獄前就認識。 在朋友眼中, 這個女人是一個聰明又有想法的人。 那麼多年來, 無論是李連友在哈爾濱還是監獄, 跟這個女人的聯絡都未有停過。 經過警方分析, 目前李連友能夠投靠的就是這個女人。 經過大量調查, 警方終於找到她。 她目前在柯城一間KTV工作, 警方沿著這條線索, 去到當地的KTV, 亦是當場捉了李連友這個人。 面對著警方, 李連友就講出自己已經殺人的事實。 那麼這裏有什麼愛恨情仇在裏面呢? 根據了解, 李連友出獄之後是驚人介紹, 同一個叫小潔的人在一起, 小潔大約四十幾歲左右, 溫柔體貼善解人意, 而且好肯做事。 在小潔的幫助之下, 兩個人的生活是蒸蒸日常。 最開始李連友和小潔早出晚歸, 日日好努力工作去賺錢。 後來兩個人也措了不少積蓄, 生活越來越好, 但慢慢小潔發現李連友, 經常背著自己和陌生女人打電話聊天, 而且經常不回來睡, 拿回家的錢又越來越少, 由於無證據, 小潔唯有啞忍著這一切, 直到有一天, 他親眼看著自己全心全意對待的愛人, 竟然抱著第二個女人在外面逛街。 小潔想不到男朋友這樣對自己, 他就質問, 這個女人到底是誰? 沒想到李連友直接承認這個是自己情人, 而且一起了很久的時間。 小潔聽到男朋友這麼大方承認, 他就好傷心了, 他曾經以為這個男人能夠陪他一生, 沒想到這麼快就變了心了, 於是他離開了這個男人。 這個也是李連友的目的, 因為小潔搬走, 他的情人就可以跟他一起住了, 而這個情人正正是被他殺了的小禮, 但為了一個情人擊走了一個這麼溫柔而熟的女朋友, 為何之後還要殺他呢? 原來小禮的老公和李連友之前已經認識了, 李連友去參加朋友的婚禮, 而小禮和他老公都過了去, 就是在這次婚禮上, 小禮就遇到李連友, 而李連友對小禮可以講得上一件傾心, 不過李連友坐過牢, 手裏沒錢, 但他身材好, 有所謂的成熟男人的韻味。 就是這樣啦, 小禮就被他吸引住, 然後兩個人就開始互發短訊, 互相打電話, 在李連友的不斷追求之下, 兩個人就成為戀人關係, 即是說李連友是成功幫他的朋友戴一頂綠帽, 然後兩個人一起了一年之後, 小禮的老公也發現老婆和李連友的不正當關係, 為了留著老婆和老公竟然選擇原諒, 說只要他不離婚, 就能夠繼續踏踏踏實實生活, 過去的事就由他過去了。 但是對小禮來說, 一個是三十年來一齊生活的老公, 另一個是溫柔體貼的情人, 令到他無辦法選擇, 於是這個女人選擇遊走於兩個男人之間, 但是這個時候李連友已經逼走了自己的前女友, 他沒有以前那麼風衣足食的好日子過了, 唯一的願望就是想和小禮結婚, 所以他一直催她快點離婚, 嫁給自己, 但是小禮猶疑不決, 件事又拖了半年, 小禮依然是和他保持著戀人關係, 所以令到李連友好生氣, 而小禮聽到他這樣說後, 就開始認真考慮, 就說自己都是回去老公身邊, 當他聽到小禮要回去老公身邊的時候, 氣得爆的李連友好難去壓制自己的情緒, 他為這個女人放棄了幸福舒適的生活, 不單止沒有任何回報, 而且他還想走回去和他老公一起, 這件事令到李連友直接發瘋, 去到10月23日中午, 李連友說最後想請小禮吃一頓飯, 他們一起吃完中午飯後喝酒, 直到下午三點鐘, 兩個人回到李連友出租屋, 可能也是因為喝了酒, 李連友又再開口要求小禮嫁給自己, 叫他離婚, 小禮是好不耐煩地推了他各種糾纏, 而小禮的這個行為令到李連友覺得自己, 這兩年是白白付出, 突然之間他覺得自己是被小禮玩, 於是借著喝酒的酒勁, 就拿著桌上面的水果刀, 不斷刺到小禮身上, 而小禮死了之後他好傷心, 他亦都好仔細地看著小禮的樣子, 看到他整面血, 於是他竟然拿起毛巾幫他抹乾抹正, 而看到自己心愛的人, 慘死在自己刀下他好後悔, 但他認為這些不是他的錯, 要怪就怪他兩邊走, 又去老公到又去自己到, 而為了令到死了之後的小禮不要再亂走, 他竟然拿了把菜刀斬了他的腳, 由這裏其實你已經看得到他的精神是有問題的, 一個死了的人怎樣亂走, 你斬他的腳出來幹什麼呢? 而案件來到這裏就已經講得上真相大白了, 而小禮或者你連友這種這樣愛情, 最終令到自己一個有殺身之禍, 一個就要受到法律制裁。 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, 大家有什麼想講下邊留個言, 我們就下集再見,拜拜!